我怀孕的时候 她的白月光回来了 在她家人安排的孕检中 我被欺瞒着戳穿子宫 取出羊水做亲子鉴定 后来穿刺感染 孩子没了 我被推进手术室抢救 脱离生命危险后 我终于见到了孩子的爸爸 我的未婚夫 为什么不保护好自己 他双眼星红 冷声呵斥 大概是刚从白月光家赶来 他指尖还缠着他发凤中的黑莓香 接到电话 季徒生从上海赶回来 凌晨两点半落地 赶来医院的路上车子超速 被交警拦下吃了张罚单 等候处理的间隙 季徒生摸出一支烟 塞进嘴里又吐掉 转而哆嗦着双手 递了一根给办事的交警 讨好的产效 嘴角不自然 微抽 我未婚妻在手术室 有劳您快些行吗 罚多少钱都可以 季徒生是天之交子 前半辈子都没学过如何低三下四 求人求得 十分声色 把交警尬在原地 赶到医院时 他风尘仆仆 气喘吁吁 追着推我出手术室的护士 攒紧我汗层层的手 没事的喃喃 我回来了 我在的 我麻药尽刚过 疼得一句话说不出来 他妈沉着张脸 硬生生扳开他的手 把他拉到一边 接连说了三件事情 陈男怀孕了 陈男流产了 孩子不是你的 一气呵成 反转不断 欣喜在季徒生眼中一晃而过 随意结成一滩凝质的绝望 他脸色比夜色黑 不可能 长长的沉默后 他斩钉截铁 又颤颤巍巍 怎么不可能 若你看看 医院的亲子鉴定 结果就在这 他妈从爱马仕包里 掏出一张纸 白纸黑字 不容抵赖 忌徒生不看纸 只看着快要消失在 拐角处的我的踪迹 那就是医院弄错了 去别的医院再查 他冷静吩咐 像在公司里 说一不二的做派 他妈脸上闪过一丝慌张 很快又镇定下来 不会有错的 徒生 知道你很难接受 但妈妈早说过 你们不合适 他配不上你 趁着领证前 看清楚他的面目 也好 顿了顿 他添了句 妈妈觉得 小父就很好 这次去上海 见到他了吧 哦 原来每个人都知道 忌徒生所谓的出差 不过巧立明目 只有我 一边怀着他的孩子 一边犯着傻 甚至直到一天前 我还想着 等告诉他我怀孕了 被他抱着旋转时 我要先亲吻 他的脸颊还是额头 十分钟后 忌徒生来到病房 门口 我听见他问护士 什么时候 用止痛的药 他怕疼 能为他喝点水吗 接着他入内 关门 忌徒生轻轻捞住 我被过去的脸 浮向他那一侧 我满面泪痕 他沾了一手的湿热 从上海回来了 半嗓得无言后 我哑着嗓子打破沉默 什么味道 忌徒生心虚了 躲闪着眨了两下眼睛 哪来的什么味道 哦 是我闻错了 没错 怎么会错呢 这味道正从他指尖散出来 鬼魅一样往我脑子里钻 横冲直撞 令人作呕 那是阿蒂仙黑眉谬斯的香水味 这不是我第一次闻到这个味道 每年他生日的前一周 都有一份从旧金山寄来的礼物 那些包装纸就是这个味道 他们被小心翼翼地包下 叠得整整齐齐 一年一年 排着絮 宝贝地存放禁忌徒生书桌的底层 上面署名 是傅柔 他的白月光 我当然忌惮过 担忧过 于是也表达 也闹过 难难我和他不可能的 他去美国 是为了另一个男人 可寄徒生纸轻描淡写 抽出那些纸 壮似毫不在意的塞进碎纸机 这样你会好受一点吗 它的味道被搅得粉碎 我刹那定了心 忌徒生将我揽进怀里 大手细细地梳理我的头发 难难你有任何顾虑都可以说出来 没有什么比你的感受更重要 别忘了 我们要结婚 要相处一辈子 现在 我又闻到了这个味道 我的感受是 极度的生理性不适 我确信 来医院之前 他的手 也曾穿梭于傅柔的发丝 事实上 他去上海市找傅柔这件事 一早露出了踪迹 是我刻意忽视掉了 两周前的一个晚上 燕运棒告诉我怀孕了 这头 我正欣喜若狂地构思着第一百种 和寄徒生分享喜悦的方式 那头 他打来电话 不等我说 他先开口 难难我有点急事 要去上海出趟差 可能会走十来天 你一个人在家可以吗 我向来不善于拒绝他任何事 我乖巧又贤惠 那我给你收拾行李 你明天几点的机票 不用麻烦了 难难现在我知道了 那一刻 他也是惭愧的 局促的 迫切想要迅速结束通话 暂停良心的煎熬 我直接从公司走 今晚就走 已经是深夜二十三点四十七分了 寄徒生讨厌做业绩 可想到能早一秒见到傅柔 他甘之如疑 我欲言又止 最终把话咽回了肚子里 怀孕这么重要的喜事 我想当面告诉他 在构思的一百种方式里 电话中说出来是最烂的一种 可惜那时我没想过 也许怀上他的孩子 本来就是一件烂事 他走后的第三天 我发现了寄徒生在网上叫的跑腿 买了马克比和迪士尼里 印着林奈贝尔的轻气球 一个气球一百块 他买了五十个 额外支付了跑腿费和迪士尼的门票钱 寄徒生很少叫外卖 以至于忘记了还登着我的账号 当时我不以为意 后来我才知道 那蕴藏着他怎样的心思 傅柔从美国回来了 被隔离在酒店中 其实前面的十来天 他们面都没见过 于是为了离他更近一点 寄徒生煞费苦心地 买来清气球 升到他的窗户前 凑成密密麻麻的一片 上面写着缤纷的美妙的话语 印在林奈贝尔笑着的脸颊上 有的是今天天气好好 等结束隔离后 我们去静安寺走走吧 有的是饿了没 中午想吃什么 还有的 3月18号 你发朋友圈说 排队排断了高跟鞋的那次 最后见到林奈贝尔了吗 原来她不是不解风情的直男 只是不屑于对我浪漫 我会知道这些 是因为下午进手术事前 我鬼使神差地 在某博上搜了上海的本地 时时 看到这一幕被路人拍下发出来 配文是 她得多爱她的女孩 哈 她的女孩 我气得手直抖 测血压时 把护士吓了一跳 想着这些 我眼睛又开始湿了 我忍着剧痛翻过身 就为了不面向她 怎么了 男男哪里不舒服 她小心翼翼扶住我一抖一抖的双肩 上次去迪士尼 我说想要一个气球 为什么不买给我 忌徒生狠狠一致 我也喜欢林娜贝尔 她思寸良久 无言以对 于是以功为首 回问了我一串 问题 男男为什么要做羊水穿刺 为什么不保护好自己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怀孕的事情 顿了良久 她把脸埋入掌心 口齿不清的一字一顿 男男 你说句实话 孩子是我的吗 是狗的 我一挥手 打翻了吊水的架子 像是泄尽了浑身的气力 为什么 我也想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一切变成这个样子 也是在几天前 忌徒生为傅柔做着这些事的同时 她妈妈在我和忌徒生家中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两条杠的燕运棒 她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僵硬地笑着 男男啊 阿姨认识一个特别好的私立医院 可以更早知道孩子好不好 我们圈子里的太太都在那里做检查 她抓起我的手 友善的不容智慧 阿姨想你和徒生的孩子好好的 你肯定也想 对吧 那就下周一 我们一起去做孕检 好不好 我推脱了几句 但很快被她沉下的脸和威严的语气射退 我以为夹着尾巴做人能苟且 却不知是自己在跳火坑 我知道 她妈妈一向看不上我 两个月前 忌徒生和我求婚 领着我回去时 她妈妈当着我的面 砸了两个加起来五万块的花瓶 男男做人不能不识好歹 她妈妈语重心长 重申了一次对我的教育 我们家好心资助你 供你读大学 不是为了让你攀高枝 让你痴心妄想的 之前徒生和你玩玩 我本来就不同意 现在完成真的了 就更不可能 回过头想来 她妈妈眼中早就有既定的儿媳人选 是傅柔那样的 温柔 知性 说流利的英语 最重要的是家是显赫 门当户对 为了不和她妈妈起更大的冲突 我同意了运检的提议 却不想检查台上 我看到匕首还长得针 直接戳破我的肚皮 深深穿入子宫 眼前一黑的疼痛后 我听见她妈妈在门外抓着医生 毫不避忌 就检查我之前说的那些 看看是不是我们家的种 再看看是不是男孩 那医生无奈地叹了口气 记太太 这些违规的事情 我只能帮你这一次 还有 孕妇一定要好好照顾 没有这么孕早期 就做羊水穿刺的 流产风险很大 嗨 既徒生的妈妈 不以为意地挥挥手 留就留了吧 我儿子都不在意 我在意什么 后来如他所愿 我出现了严重的感染 孩子没了 而且不知为什么 多出了一张结论是否定的亲子鉴定 其实也不奇怪 当我知道那家所谓的高端私立医院的董事 是既徒生妈妈太太圈的闺蜜之后 我当然报过警 但那份检查前 我还没细看 就被他妈妈催着签下的同意书 和医院背后巨大的法务团队 注定了我的无力对抗 我出院了 是我妈连夜从小城镇赶来 主动用农村信用社的卡掺着几张纸钞 为我劫清了手术费用 说来也没多少钱 连被他妈妈砸掉的一个花瓶 零头都没有 连我半个月的工资都不到 我听见护士们议论 说季徒生本来要去付钱 被他妈生生折断了银行卡 我曾经的准婆婆 还在病床前指着我鼻子大骂 说是我对不起他们记家 连之前在私立医院做检查和亲子鉴定的钱 都应该还给他 而且就算我们分手了 他找律师打官司 也会要回去 我知道他在做什么戏 表现得越恨我 越不放过我 就越能让季徒生相信报告结果是真的 从而和我一刀两断 最好顺带恨我入骨 万劫不复 忍受不了各种陌生人的指指点点 我办理了提前出院 出院那一路 我妈扶着我 小步小步地挪 季徒生跟在后面 小心地提醒着可能冲撞到我的人 看我在软件上叫特价车 他终于开口 就算只把我当个司机 还是坐我的车吧 你现在身子很弱 不能受凉 我已经把车上的加热坐垫开好了 我不置可否 特价车来了 冬天里 车窗大厂 风呼呼地灌 季徒生一把拉住我的手腕 南南别和自己身体较劲 行不行 我想抽 却抽不出来 头一回 他握得死死的 嘴却吸动着发不出一个音 直到司机都不耐烦地探出脑袋 到底走不走啊 南南季徒生鼓起 勇气似的叫我 这些事 的确太多太快也太突然了 我理解我们都需要时间冷静 他吞吞吐吐 但 只是冷静 不是分手 对吧 我背对着他 抹了把脸 一百米的路 走出了一身虚汗 我妈打开车门 上车吧 南南他把我扶上去 转身给了季徒生一个大嘴巴子 我发誓 那是我这几天听过最响的声音 松手 别再碰我女儿 我妈天生有听障 很多工作都做不了 十多年来一直靠坐上门的保洁卫生 独自拉扯我长大 她对人点头哈腰了一辈子 居然也会打人 这一巴掌是有代价的 我妈继续微薄 外婆又重病卧床 她来照顾我 每天下午 却依旧要去做保洁阿姨赚点钱 可有一天晚上 我听见她色缩在阳台的冷风中 一通接着一通打电话 是我不好 沙发底下的猫毛可能没收拾干净 我把您的钱退给您 明天再上门重新打扫一遍 您看行吗 能不能 别给我差评 您说什么 对不起 我听力不好 能不能麻烦您大点声 对不起 真对不起 给您添麻烦了 真的对我很重要 有差评就不给我派单了 我也有妈 没活干就没钱 我妈就吃不上药 她打了很多通 她不知道 差点砸掉她饭碗的差评来自于谁 她不惜被一次次骂着神经病 顽固地试图做着微不足道的弥补 我从阳台把她扯回卧室 又恨又气又心如刀脚 干嘛呀 是不是我每个月给你打的钱不够 我工作了 赚得不少 根本不需要你去给人做保洁 我连说代笔话 她丧气地垂着床 打断我 妈妈是个残废 不能拖累你一辈子 男男其实 她妈妈不同意你俩的事 也是因为我吧 她小心翼翼地道歉 对不起 男男妈妈给你丢人了 我不知从何处开始解释 只能把她搂在怀里 她哭得像个孩子 像我小时候 很快 我发现了端倪 我妈的订单不少来源于同一个富人小区 离季徒生家一公里不到 住满了她妈妈的贵妇朋友 贵妇们有钱有闲 固定点着我妈供职的保洁公司 总能点到她 折辱她 她们像游戏一般 把猫毛养满屋子 把汤汁泼上地毯 然后让她跪着干最脏的活 再给最恶毒的差评 如果说 之前我还犯见得对季徒生有一丝一毫的幻想 那此刻也尽数破裂了 我知道她妈妈在想什么 赶走我 扫出这座城市 免除后患 我打开手机 看着这些天际途生发来的消息 顿觉好笑无比 问我 好点没 睡了吗 住在哪能不能来送点牛奶 最后一条是 降温了 我得把冬天的羽绒服给你送过去几件 还有 蓉蓉很想你 蓉蓉是我们一起养的小猫的名字 这些消息狂轰烂炸 唯独今天缺了席 我想起来了 今天是傅柔的生日 删除一案 一了百了 整整七年的聊天记录 抹掉时原来一秒都不要 有些事也不该再逃避了 如果说之前 我还只是想跟季徒生一刀两断 在她妈妈对我 和我妈的持续伤害和一再挑衅下 我发誓要让她们付出代价 只是还不是现在 搜集证据还需要一点时间 第二天一早 我登门 打算取走留在季徒生家的东西 结果用钥匙打开门 只见一个敷着面膜的女孩 正协议在沙发上 猝不及防刺痛我的眼 她口中还换着 阿生 我不喜欢卧室那幅机里画 你出门时顺道丢掉吧 那幅画是我画的 画在两年前 那时全球大流行刚刚开始 我们也刚在一起 季徒生总是很忙很忙 每天都回得很晚 有一次我听见她打电话 激进咆哮地质问 一张机票而已 有这么难弄吗 都整整一个礼拜了 这么多路子 没有一点消息 我不懂什么机票 也自知帮不到她 于是我画了一幅画 天空中有一架小小的飞机 收到时 季徒生眼睛一秒就湿了 我说 以后我们一起飞去 每一个你想去的地方 很久之后 我才知道 她费尽心思要弄的 是一张可以让傅柔回国的机票 后来机票到手了 傅柔却没有回来 她在一个夜里 不加防护地窜进了 位于旧金山的隔离病房 为了和她那时的爱人 共度难关 多可笑啊 原来从一开始 每个人就都在各自的 故事里卑微如斯 又自以为是 半天 我是李季徒生的声音 拉回我的思绪 小柔 别动那幅画的主意 她不行 忌徒生走出来 看到大门打开 我出现在门口 她眸中摇晃着 复杂的情绪 有喜有悲 半天才回过神 来拿东西 她帮我开口了 定性我此行的目的 仿佛是为防止我 另有所图 比如重修就好 可事实上 一旁的鞋架上 本来属于我的鞋子 已经被扔了干净 沙发上的女孩终于起身 踩着新拖鞋走过来 大咧咧地伸出手 俨然一副女主人的做派 男男是吧 我是傅柔 阿生的发小 早就常听阿生提你 我没理 却是全身凉着 由头僵到脚 由心僵到皮 她故意顿了顿 玩味地拔高姿态 听说你是她家资助的大学生 很懂知恩图报 这几年帮我把她照顾得好好的 哈 原来我是她善心和财富的证书 小柔 别胡说 忌徒生叫停她 攒着眉头上前 拨开她的手 走到我面前 拦住我与傅柔目光的交汇 跟你开玩笑呢 傅柔刚回国 还没有地方去 就在咱们家 暂住几天 难难你身体还好吗 咱们 这哪里还有半分咱们家的样子 我环顾一圈 冷声道 荣荣呢 忌徒生目光 躲闪着答 傅柔猫毛过敏 就先送走了 送哪儿去了 她暗暗咬着唇 一言不发 傅柔笑得诡诀 一股子不好的 欲敢冲上心头 我冲过去救助她领子 忌徒生 听不懂吗 我问你 荣荣送哪儿了 陈南 你别这样 别凶阿生 都是我不好 前两天 在阳台抽烟时 开了窗 那只小野猫就 自己从窗户里跑走了 我们家住十九楼 十九楼啊 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我眼中 视为亲人的 生命一个 接着一个消逝 却在旁人眼中 如草芥般 轻描淡写 不值一提 南南 南南你先别生气 你听我说 我再给你买一只 你不是喜欢荆棘拉吗 我们下午就去挑 好不好 你身体不好 不能激动 不能激动 她在怕什么 到底是怕我的身体吗 还是怕我伤害到傅柔 那一刻 不知哪来的力气 我正开计徒生 扯住傅柔的胳膊 指甲几乎欠进她的肉里 不顾那娇小的身子 一路叫嚷 我静止把她拖进阳台 打开窗户 揪着她的头发 我将她差不离地 半边身子摁出去 你说 荣荣自己从这里跑掉了 那你就给我表演表演 她是怎么跑的 她能跑哪去 她能去哪 我们都心知肚明 寄徒生不是死人 她一定不会让傅柔真的 受到分毫伤害 她多温柔啊 她抱住我的腰身 把我们分开后 甚至不忘留给傅柔足够的反击空间 我的小腹挨了她结结实实的一脚 那个部位 曾怀着寄徒生的孩子 傅柔悠闲不满 拿起电话说要报警 说我这是蓄意谋杀 要把我盼到牢底坐穿 讲到激动处 她一口扬高了音调的英文 直到电话 拨通 不等对面接起 寄徒生一把抢过手机 狠狠砸在地板上 巨大的声响后 屏幕碎裂开 黑了 闹够了没 傅柔 寄徒生背过身 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 叼进嘴里 点上之前 看了我一眼 想到什么事的 又给塞了回去 你先出去 傅柔恨恨地拦住我 凭什么就这样让她走 她刚才对我 我是说你出去 傅柔 随便去哪都好 先出去 别出现在她面前 别伤害她了 她差那间愣住了 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 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 阿生 听不懂吗 谁允许你踢她 现在 出去 别逼我 说出那个字 哪个字 滚 字 我饶有兴致 盯着她突然做起的戏 甚至希望傅柔 就窥然不动地 继续处在这里 我真想听听这个字 她怎么才能说出口 可傅柔 哪里受得了 这样的气 好 好 我走 寄徒生 我走 是你叫我走的 你别求我回来 寄徒生背着的脸上攀上 一丝不舍 她不能回头 哈 多可笑 一旦回头 看到傅柔的狼狈模样 她就会垮塌 门砰一声关上了 高跟鞋的声音 渐行渐远 这个家里又只剩下 我们两个人 好像什么都没变化过 又明明一切都不一样了 寄徒生想把我抱起来 双手刚碰到我的腰 就挨了我结实的一巴掌 这是我第一次打她 舒服点吗 她用舌头顶了顶泛红的脸颊 刘海垂下来 遮住她眉眼中的情绪 寄徒生微微往前凑了凑 如果这样好受点 你可以话音未落 我举起手 第二下 第三下 打到手疼 我自己扶着窗台 困难地撑起身子 一边忍着生疼的小腹 一边往门口走去 她还想搀扶我 被我嘀嘀一声 滚 给喝在原地 这个字 有什么难的 怎么她就对傅柔说不出口 你去呢 南南她不死心 我回家 这里就是你家 这里没有我的亲人 我是你的亲人 南南你已经答应了我的求婚 我们说好会在一起一辈子 我笑了 你不是 寄徒生 你怎么好意思这么说 我们的孩子才是 荣荣也是 可是 死了 他们都死了 都是被你 和你爱的人害死的 我还想说 甚至想也揪住她的头发 把她整个人都摁出窗外 只是 腹部突如其来的一阵脚痛和伴随着涌出的暖流 打断了我的情绪 血 滴答滴答 猝不及防顺着我的大腿往下 染红了我的白袜子 打湿了脚下的地板 那是曾经 我每天下班 荣荣蹲着等我的地方 我一进屋 荣荣就在这儿 绕着我的腿转着圈 可此刻 我在低头看 除了血 却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后来我查客厅的监控 看得清清楚楚 这一切 都是因为傅柔在生日那天 看到了 季徒生给我发的消息 季徒生说 还有 荣荣很想你 傅柔躺在她怀里 勾着她脖子问 是荣荣想陈南 还是你想陈南了 得不到回应后 傅柔憋着嘴道 阿生 她让我感受到威胁了 于是 夜里 她打开了阳台的窗户 在窗檐细细抹上 融融爱吃的 猫粮 阿生 我忘关窗了 都是我不好 第二天 一早 在悲剧面前 她摆出 娇弱作态 挤出的 泪珠荡的 季徒生心都要化了 季徒生不是 看不懂她的伎俩 但她不忍苛责 永远如此 没事 是荣荣自己太不乖了 她没把你抓伤吧 那天离开前 我趁季徒生不注意 默默带走了监控优盘 别着急 欠的债 是一定要还的 季徒生送我去了医院 她工作时很稳重 开车时 却总像个疯子 一如那个从上海赶回来的夜晚 恨不能踩碎油门 路上 她开着导航的手机 误然响起傅柔的电话 一声后又挂掉 那时一种试探性的 讨好 求和 聊拨 五分钟后 第二通 我择了声嘴 季徒生贴我一眼 没说话 熟悉的病房里 医生说 我是上次小产手术后 恢复一般 腹部又收到猛烈撞击 造成了子宫内膜破裂 还有个事 陈南 之前你委托我们医院 用你流产后的胚胎绒毛做的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 寄徒生消离的手一抖 刀刃划破她的指尖 雪白的梨子染了一片红 那时 我羊水穿刺出意外后 就被立刻送来医院 推进手术室 她妈妈一直盯着我 甚至连我的脚肺单都核对了 无数遍 满心以为我被悲伤和疼痛冲昏了大脑 一切还任由她拿捏 可事实上 我在手术麻醉前 交代了亲子鉴定 又走门诊的自费 躲过了她的监视 现在 结果出来了 报告单交到我手上 寄徒生想看一眼 被我躲开 没想到啊 孩子还真不是你的 我轻描淡写地勾起嘴唇 笑笑 把报告单叠起来 我该怎么形容 那一刻的寄徒生呢 失落必然是有的 却没有我想象中的愤怒 反而 痛苦 转瞬即逝 且流于表面 很快取而代之成满脸的 如释重负 和悲壮的大意凛然 可不是吗 这才该是她等待已久的答案 甚至是她想要的答案 因为如此 她就解脱了 就站上道德高点了 她不用再愧疚 再痛苦 再自责 连傅柔的那一脚 都凭空生出道理 往后余生 她可以心安理得地和傅柔在一起 恩爱缠绵 百无禁忌 一切皆大欢喜 多好 寄徒生 你都快要笑出来了 开心吗 这是你想要的吗 我不懈地看着眼前 这个男人 他曾是我的追逐 我的信仰 他曾高大 健壮 有世上最坚实的 臂膊与胸膛 可是现在 我只觉得他渺小 卑劣 懦弱 比躺在病床上我的 更加虚弱的不堪一击 是啊 寄徒生 如果真不是你的 该多好啊 对我俩都好 我们也笑着 把报告纸扔到他脸上 寄徒生急不可耐地打开 没有意外 那是我和寄徒生的孩子 那个小小的 消散掉的生命 是我们曾一起 憧憬不已的孩子 寄徒生也笑了 他凑着报告最后一行看 甚至把 相似度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几个字 凑到眼下 他越笑声音越大 笑着笑着笑出哭腔 他捧着那张纸 兜着他狗屁不如的泪水 口中一遍接着一遍 尼南 对不起 对不起 宝宝 对不起 南南 如果我没去上海就好了 这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我只更觉心凉 他会对不起 会震惊 是因为他曾经或多或少 真的信了他妈的鬼话 信了那张伪造的证明 是逃避也好 是怀疑也罢 他就是信了 寄徒生在医院寸步不离 精致的脸上生出胡渣 眼中布满血丝 傅柔给他打过电话 这一次想了很久很久 打到第三通的时候 他才接起来 阿生 那天的事情 我可以原谅你 不等傅柔说完 寄徒生扯开提被沙哑的嗓 你什么时候回救金山 啊 傅柔以为自己听错了 寄徒生就重复一遍给他听 我问你 什么时候回救金山 那头顿了许久 他的声音软下来 阿生 别和我开玩笑了 好吗 别用这种玩笑惩罚我 我听了心里很难受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买了你爱吃的榴莲酥 在你家门口等你 我不吃榴莲酥很多年了 南南不喜欢这个味道 他冷着嗓 我也不喜欢了 很多以前喜欢过的 现在都不喜欢了 他终于这样对傅柔了 比对我更残忍三分 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反而有一种生理性的反胃 比榴莲胃更反胃一百倍 傅柔没有死心 电话挂断后 他发过来密密麻麻的消息 是一张接着一张的聊天记录 阿生十多年了 我换过五个手机 但从没删过一条 我们的消息 那些聊天记录的样子很古早 有的是三年前 有的是五年前 其中一条 季徒生盯着看了很久 那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开心地和傅柔说 他弄到了能让他飞回国的机票 傅柔问他的确实 阿生 你为什么那么想我回来 我对你来说是什么 他回复的恶心 灵魂的追逐 那他呢 季徒生没有回 十来分钟后 傅柔发了一条 他是你姐们的玩意儿是吗 隔了许久 季徒生终于手啃 嗯 那就够了 三年前的聊天记录 穿越时空出现在我面前 在我木木的心头上 一刀一刀叼着花 他鲜血淋漓 惨不忍睹 却一点都不疼了 傅柔也怎么都想不明白 不过是个解闷的玩意儿 怎么就把季徒生的心塞满了 我歪过头去 季徒生点了删除剑 他删掉了他曾宝贝到不行的聊天记录 也删了那个他宝贝到不行的人 我出院 那天 季徒生姗姗来迟 他抱着一只小猫 尖尖的耳朵 蓝色的眼睛 团团融融的 你看 难难我把融融找回来了 走吧 我们和融融一起回家 我一刹地恍惚了 伸手想去抱 他警觉地缩起身子 冲我哈着气 我眼睛里久违的光 瞬间又灭掉 收回双手 藏到身后 他不是融融 融融不会回来了 寄徒生的 煞费苦心到底竹篮打水 长得再像 又有什么用呢 离开有时是永远的 后悔却也无能为力 我们再养一只猫吧 像以前那样 等你养好身子 我们也会再有孩子的 他一定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我永远爱你 其次爱他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做梦了吧你 路上 寄徒生无力地换着招式 试图讨好 难难等你恢复好 我们去迪士尼 好吗 这个惯性逃避和沉默的男人 居然也学会主动开口 不好 那你想去呢 你还记得那幅机里画吗 你画了一个小小的飞机 送给我时 你说以后我们飞遍世界各地 等不到我的回答 寄徒生打算再次尝试 越挫越勇 一往无前 画还没出口 就被我叫停 别说了 寄徒生 安静一点 我们好像角色 发生了翻转 我摸着冰冰凉凉的小腹 以后 我还会有一只猫 也还会有孩子 会有温馨安定的生活 但那一切 和你都没有关系了 他静静地听着 听到 没有关系时 一脚油门急杀在路边 我不同意 哦 他颤着嗓子 狠狠一圈砸在方向盘上 陈南 我说 我不同意 我欠你的 陈南 我欠你那么多 一辈子都还不玩你 我绝不同意 你和我没关系 车子都停了 我们的关系 也就停在这吧 寄徒生 你知道我最难受的是什么吗 这是我最后想和他说的话 那天 你问我 如果你没去上海 是不是一切就不会发生 一切就变好了 我曾经也这样想 我甚至自责过 甚至觉得是不是都怪我没有一早把怀孕的事情告诉你 才会酿成苦果 但现在 我终于想明白了 不会的 寄徒生 不会变好 你就是这样的人 富柔是客观存在的 你的家人也是 你对富柔的情意是种罪孽 只是你的罪要我赔 太不公平了 我打开车门 走下去 抬头看看天 一架飞机滴滴的驶过 轰隆隆的 遮盖了身后 寄徒生执着的挽留 我把富柔监控里的所作所为 整理成视频 发到网上 很快引发了热议 有人人入出富柔的地址和真实身份 一时间 他成了网上人人喊打的罪人 名誉扫地 同时 我整理了各种材料 一起交给了我的律师 正是对那家私立医院 和寄徒生母亲进行了起诉 好在 我刻意地留存了很多证据 照片 录音 我这些日子一直在 煞费苦心地收集 律师夸我清醒谨慎 他却不知道 我为自己曾经的愚昧和幼稚 都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开庭前 寄徒生母亲就和他的贵妇闺蜜 那家医院的董事闹翻了天 二人互相推诿 差点当众扯起头花 出乎我意料的是 这件事还捅出了 寄徒生家族公司的其他举语之事 引起了整个公司巨大的损失 他妈把一切归咎为我的错 找不到我人 就发泄到儿子身上 指责都是寄徒生瞎了眼 引狼入室 他拆下寄徒生家中的那幅基里画 狠狠砸到地上 画框四分五裂 寄徒生去护着 二人推嗓之中 他妈妈气血上涌 突发脑梗被送进了ICU 寄徒生在这个时候 打电话给我 我以为是兴师问罪 他开口却是 够了吗 什么够了 你还想看我付出什么代价 你可以都说出来 我全都给你 只要你 这时候还谈条件 我冷笑 只要撤诉 不是 他吸吸鼻子 声音憔悴的 不像那个风发意气的公子哥 只要你可以原谅我 原谅你 然后呢 我想你回来 他还在做梦 别玩自我感动的戏码了 寄徒生 快三十的男人了 装什么恋爱脑 多管管你妈吧 我挂断电话前 听到他在那头大喊 因为傅柔对吗 你放心 傅柔会走的 我不知道 他用了什么招式 说服了傅柔回美国去 但我知道 傅柔绝对不甘心 飞机起飞前一个小时 他还在酒店里 磨蹭着不肯启程 寄徒生吩咐人 把他的东西打好包 不由分说 塞到车子后备箱里 然后把傅柔摁上副驾驶 他戴着口罩 帽子 畏畏缩缩 网络上对他涂害小猫的指责 也延伸到了生活中 为了赶上飞机 寄徒生又把车子开到飞快 我曾经非常纳闷 他这样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驾照为什么还没被吊销 路上 傅柔依旧顽抗 阿生 我不信你不爱我 我不信你会爱别人 我要听你亲口和我说 我不爱你 寄徒生斩钉截铁 不假思索 我不信 阿生 你看着我说 他不耐烦 我在开车 傅柔去扳他的脸 我要你看着我说 他们对视了五秒 五秒 一辆货车插过来 两辆车猝不及防地相撞 事故发生的那一秒 寄徒生碎了他的怨 傅柔 我不爱你了 我恨你 更恨自己 一阵轰鸣声 车子翻过去 汽油混着鞋往下滴 那场车祸中 傅柔的宽骨和下半身 受到了重创 医生说他不会再怀孕了 寄徒生也没好到哪去 鬼使神差的 他口袋里 一只我送的钢笔滚出来 在撞击中 狠狠插入了他小腹 被人救出来时 看着哭成泪人的他妈 他死死拉住他的手 挨弱地问他 妈 当时那根针 也是这样戳进 男男的肚子吗 他多疼啊 他最怕疼了 他得多疼啊 真像一场因果 无人善终 忌徒生说想见我一面 他以为 只要他有了足够惨的下场 遭了足够多的罪 就天经地义要被原谅 不是这样算的 我的官司判下来了 受到法律惩罚的同时 那家医院和忌徒生妈妈 还要赔我一笔钱 我全都还给了忌徒生母亲 分文未收 那是他们曾资助我读大学的费用的好几倍 我感念这份恩情 之后 我的生活回归正轨 我妈也终于听了我的话 在家享受起她的退休生活 再一次见到忌徒生时 是在她家楼下 我去同一个小区拜访客户 下楼时遇到了一只小猫 躲在花坛里 看见我 他窜出来 他也有尖尖的耳朵 有蓝色的眼睛 他绕着我转圈 一圈接着一圈 我一蹲下 他就往我怀里钻 我于是抱着他 没有再撒过手 我知道 我身后的不远处 此时正站着忌徒生 他满面地憔悴 走路有些慢 一歪一拐 他静静地跟随我走出小区 看着我上了一辆车 我从车窗看出去 他似有满腔的话语和遗憾 嘴唇吸动着 喉头吞吐着 最终 他挥挥手 我也挥挥手 我们一言不发 仅此而已 车子发动起来 我们去往不同的方向 再不会有所交集 未婚夫的青梅 未挨晚期 快死了 为了满足 他享有各家的愿望 未婚夫背着我跟他领了证 让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成了插足别人婚姻的第三者 看到结婚证的当天 我把孩子留了 打包 当作新婚礼物送给了他 我去陈州家藏运简单 准备给他一个惊喜的时候 完全没想到 会在陈州的书柜里搜出一本结婚证 刚看到时 我还以为是陈州父母的结婚证 可一打开 我傻眼了 上面赫然是陈州和他的小青梅任安安 时间是上周一 也正是我难受晕倒 查出怀孕的那天 我给陈州打了好几个电话 都没人接 只好给他发消息 让他来医院一趟 他第二天才姗姗来迟 风尘仆仆 像是刚从远地赶过来 握着我的手 眼里满是抱歉 对不起宝宝 公司有事临时出差 一看到你的消息 我就赶过来了 怎么进医院了 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看着他满头大汗的模样 我心里联系不上他的气消了 但想告诉他怀孕的念头也淡了 我摇摇头 告诉他只是滴血糖晕倒了 他心疼得不行 连忙抱着我 说结婚后一定要把宝宝喂得胖胖的 绝不让宝宝因为滴血糖晕倒 又说对不起 自己不应该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不在我身边 现在想想 可真是讽刺 看着结婚证上笑容满面的两人 我的眼泪大颗大颗滚落 心脏抽痛 手脚冰凉麻木 刺骨的寒意顺着血液弥散到四肢百骸 他们结婚了 那我算什么 任安安横根在我和陈州之间整整三年 陈州给我的什么东西 都要送给任安安一份 平时约会也经常把任安安带在身边 我委婉地提及希望和他度过二人世界 不要带外人 他却毫不在意 你们女人就是心眼小 我和安安一块长大 穿开当裤的时候就一起玩了 要是喜欢早就谈了 我俩对彼此根本没那个意思 为此我和陈州吵过无数次架 甚至闹过分手 可陈州跪着在我面前哭 说他还爱我 放不下我 让我给他一次机会 我还是心软了 我说只要他和人安安保持距离 掌握好朋友间的分寸 我就原谅他 陈州后来确实做得很好 和人安安保持了朋友应有的分寸 朋友还笑我这是自己栽树自己乘凉 可我没想到事实给了我无比响亮的一个耳光 我攥着结婚证去公司找了陈州 我很少来陈州公司 来了也只是在单位楼下等他 陈州的同事我基本不认识 上了18楼 我跟陈州同事说要找陈州 同事说 你找陈州 他回家陪老婆去了 听说他老婆得了什么癌症 两人上周刚结的婚 怪可怜的 旁边女同事听我们提到陈州 错过来说 陈州还挺有担当的 知道女朋友有癌症也没说什么 立马就跟人结婚了 还请了长假 一不解代去医院照顾他老婆去了 嗨 人家俩大学谈的恋爱 现在都七八年了 感情肯定深 不过挺可惜的 你说他老婆挺好一人 之前也没听说过的什么大病 怎么突然胃癌了 就是那小姑娘常来 还经常给带水果奶茶什么的 人好看嘴又甜 可惜了 我听得头晕目眩 和陈州大学恋爱的是我 可我分明没有来过陈州的单位 是陈州告诉我 公司性质特殊 保密要求高 只有员工才能刷卡进入 我便体贴地在楼下等他 从不上去 只偶尔点些外卖送到他单位 原来早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任安安就站着我的名头 以陈州女朋友的身份 在他身边进出 我强撑住身体 问出医院所在 直奔任安安住的医院 说忙着给丞相 目每天加班的陈州 果然在那里 任安安病床在握 脸色苍白 黑发凌乱地披在枕头上 手上还挂着吊瓶 看上去分外惹人怜惜 陈州坐在病床边 体贴地一口一口 喂他吃饭 偶尔对视 任安安就低下头羞涩敏唇 任谁看了都要说好一对 感情甜蜜的小情侣 我忍无可忍 猛地踹开房门 陈州 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 什么解释 林月 这是医院 你别闹 陈州慌乱了一瞬 想也不想斥责我 看到我通红的眼睛 语气又软了下来 月月你先冷静 回去我跟你解释 好不好 安安的身体 不好 所以我才来医院 照顾他 而且你看到了 我们没有出格的互动 他的存在对我们 并不会造成影响 是的 你们确实没做出格的举动 毕竟你们是合法夫妻 在亲密都是正常的 我把结婚证套出来 摔到陈州身上 这就是你说的 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你让我成为插足 你们婚姻的小三 陈州 你让我感到恶心 陈州一把孤注我的肩 阻止我往外跑 安安只剩半年的生命了 你体谅体谅好不好 半年之后 我们就结婚 什么都不会变 我看着陈州 理所当然的脸 所有的痛苦 不甘 愤闷 失望 请客间 化成冰冷的水 迎头浇下 把我对陈州 所有爱情的期许 相处的感情通通浇灭 我定定看着他的眼 声音冷静的不可思议 陈州 你说的和我结婚 就好像对我的施舍一样 可你凭什么觉得 发生了这种事 我还愿意和你结婚 林月 可能你不清楚 我得的是胃癌 只有半年生命了 任安安不知什么时候 下了病床 扶着墙走到门口 脸色苍白 若柳浮风的样子分外 惹人恋爱 是我自知时日无多 又太想有个家 所以才对周哥提了 这个过分的要求 我没有想要插足你们的意思 你别因为这件事怪周哥 我不想你们 因为我这个快死的人 误会分开 你怎么下床了 陈州 皱眉 连忙松开 孤注我间的手 过去扶住他 月月之 是误会了 我会跟他解释清楚 你一个病人 不要操心这些 好好修养身体 才是最重要的 说完 陈州又转头呵斥我 林月都说了 安安是病人 你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 你能不能顾着点他的情绪 我没有同情心 我看着搀扶的二人 只觉得荒谬可笑 他抢了我未婚夫 把我变成了第三者 你现在要我同情他 他不想插足我和你 他以你女朋友的名义 进出你的单位 被你同事叫嫂子 约会要跟我们一起 还和你结婚了 这就是他口中的不插足 他认安安是自己 没爸没妈妈 要你给他一个家 陈州 你真可笑 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你还是留着说给自己听吧 你们两个挺般配的 使我脑子不清醒 在恋爱纪念日 你都要拉着任安安和我一起 约会吃饭的时候 我就该跟你分手 我失望地看着陈州 陈州 我不会再对你心软了 我说完转身出门 陈州想上来拉住我 任安安忽然 尖叫 一声喊好疼 陈州便急急忙忙抱起他去找医生 擦肩而过的瞬间 冷静到麻木的我眼泪 疏地掉落 陈州 我们怎么会变得如此荒唐 陈州和我好的时候 热烈得恨不得 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一起看过北极光 漫过苍山雪 在热气球上许下最浪漫的誓言 他说 他此生只愿和我白头偕老 他知道我从小被管得严 父母又重男轻女 就带我去游乐场 水族馆 陪我坐尽小时候想坐 但是不能做得幼稚的事情 我贪恋这样的温暖 所以哪怕人安安给这片温暖 带来了阴影 我也不甘放手 只觉得把它驱赶出我的世界 我就能守住这片温暖 可我忘了 一段感情里能容许第三个人插进来 一定是有一方的放纵 没有他认安安 也会有陈安安周安安 我应该赶走的从来不是人安安 而是没有分寸感 假装不知道 以友情做幌子来享受这份暧昧的陈州 我预约了人流手术 从手术室出来 我捂着肚子 心空荡荡的 像是有什么随着海 子一同从身体里挖去 才得知这个孩子的存在时 我欣喜若狂 我想了很多 我想他会甜甜地叫我妈妈 叫陈州爸爸 我想无论宝宝是男是女 我都要给他最好的 不让他像我 苦苦多年追求一份得不到的母爱 那太苦了 可我没想过 我会这样送他离开 宝宝对不起 我泪流满面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如果可以 妈妈也希望你能来到这个世上 可妈妈真的做不到 做不到在得知陈州和任安安结婚后把你生下来 做不到成为我最痛恨的 破坏我父母婚姻的第三者 好恨啊 我好恨陈州 恨他把我们的孩子变成了私生子 恨他害我不得不放弃这个孩子 曾经对陈州入骨的爱 此刻都化为了刻骨的恨 我把运简单 人流报告连同陈州任安安的结婚证一同打包放进陈州家里 包裹上面写着 祝你和任安安新婚快乐 同样的痛 我要让陈州也感受到 从陈州公寓搬出来 我火速在公司附近找了新房子 陈州找不到我 只能去公司门口读我 月月是真的吗 几天不见 陈州模样大变 胡子拉叉 五官憔悴 眼里还有红血丝 他死死盯着我 神情癫狂 林月 你骗我的是不是 你那么想要一个家 怎么可能说打掉这个孩子就打 你只是想弃我对不对 月月不可能 我们的孩子一定还在 我要当爸爸了 我要当爸爸了 我看他疯疯癫癫的样子 只觉得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他知道 他都知道 我爸妈离婚之后 爸爸带着小三和小三的孩子去了别的城市 妈妈带走了弟弟 没人要我 没人想要我 是陈州抱着我 说会给我一个家 可现在 他把那个家给了陈安安 我怀着恨意往他心上捅刀子 是 我想要一个家 可我 更不想当小三 你和人安安结婚的那刻 我们就不可能了 是你亲手害了你的孩子 陈州浑身一震 手臂僵硬地垂在身体两侧 他眼眶泛红 绝望地看着我 声音微弱地近乎呢喃 可是月月啊 这是我们的孩子 我是孩子的爸爸 我也有知情权 你为什么能狠心到不问我一句 就把孩子打了呢 我末地 耻笑 轻轻说 我想告诉你啊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所以回家 藏运简单 可是我看到了 什么呢 我看到了你和人安安的结婚证 陈州 你在想着任安安可怜 需要一个家 需要你来照顾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陈州呆愣在原地 绝望地看着我 可是安安得的是绝症呀 我只要照顾他半年 半年就好 我从来没想过要抛下你 月月我是爱你的 我一点都不爱任安安 你不要跟我赌气了好不好 我们回家 半年之后 我给你一个家 我深吸一口气 上前狠狠给了陈州一巴掌 那种恶心的家你 留着给任安安吧 我不需要 陈州 我们一刀两断 我给过你机会回头了 我不会再给你第二次 陈州很固执 我一直知道 明知我打了孩子 也要和他一刀两断 还是拼命 做无用功 发疯似的 给我送礼物 送鲜花 单位同事知道陈州 之前和我订婚 笑着打趣我 还是咱们林月 育夫有道 都这么多年了 还能让你老公这么黏你 我微笑着摆弄手里的花 然后把它放到同事手里 轻描淡写地说 他不是我老公 他已经和别人结婚了 啊 这 同事呆住 那他这是 我轻描淡写 犯贱吧 是挺贱的 我追着他跑的时候 他嫌我烦 我让他和人安安保持距离的时候 他说 我小气 现在我放手了 他又反反复复贴上来 人大概就是这样 总是失去了才知道 什么叫珍惜 晚上下班 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你今天晚上回家一趟 我妈几乎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少有的几次 也是要钱给弟弟 我早就对他心寒了 工作忙 晚上要加班 有什么事 就在电话里说吧 我妈听我不愿回来 也没多说 只是习惯性居高临下命令我 你去跟陈州复合 你说什么 我以为我听错了 我妈不耐烦地说 甩脸子甩几天就够了 早点回去跟人家和好 不然陈州真把你甩了 你可没地方哭 我气笑了 妈 你是在逼着你的闺女去当小三吗 她跟任安安结婚了 我妈毫不在意 那不是可以离吗 而且任安安马上就死了 你管她干什么 我告诉你 像陈州这样不乱搞 又能挣钱的男人可不好找 再说了 你都怀过她的孩子 你不嫁给她嫁给谁去 电话里除了我妈高谈阔论的声音 还有微弱的陈州在一旁 帮腔的声音 声音很小 但毕竟相爱这么多年 我还是第一时间听出来了 每一次我以为陈州已经够无耻了 陈州总能突破无耻的下线 她明知道我妈是怎么对我的 依然还要利用我妈对我施压 出乎意料的是 想到这些 我内心竟然没有一丝波动 我大概是真的不爱她了 因爱而生的恨也消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厌恶 单纯对这个人人品和形式的厌恶 妈 我有时候真的很怀疑 我是不是你的女儿 你厌恶小三 却要把你女儿逼成你最恨的那种人 我苦笑 陈州 我知道你在听 跟我谈恋爱的时候 你和人安安 暧昧不清 和人安安结婚了 你又骚扰我 你是不出轨心里难受是吗 我有手有脚 可以养活自己 不要拿你那点还没我高的工资 到处丢人现眼了 也请你有点自尊心 别来纠缠我 陈州声音哽咽 月月你明明那么爱我 为什么说打孩子就打掉我的孩子 说分手就分手 你不是说过权 世界最爱我的吗 我们那么深的感情 你怎么这么轻易就放下 你之前是不是都是骗我的 是的 我确实曾经很爱很爱他 爱到从没想过 我会和他分开 爱到把他当成我的另一部分 可是陈州 是你先放弃我的 不是我 陈州 你没必要在这里倒打一耙 也不用给自己洗脑 爱再多 也是会被消磨的 我的爱已经被你消磨干净了 我不爱你了 我真心地祝你和人安安 幸福美满 生死相随 送上我最恶毒的诅咒 我干脆利落挂了电话 这次 我将爸妈一同拖进了黑名单 是他们先选择不要我的 既然如此 我的人生也没必要被他们置顾 我的人生应该属于我自己 和陈州分开后 我的重心更多放在了工作和我自己的生活上 每天上上班溜溜弯 我还在散步时候 偶遇了同样遛狗散步的傅清雨 傅清雨是我邻居家的孩子 和我一个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才各奔东西 毕业后又都回到临时工作 算我的半个竹马 我俩从前关系很铁 只不过 和陈州在一起后 我和傅清雨就慢慢疏远了 即使在同一个城市工作 也很少见面 可笑吧 陈州把握不住 分寸感伤害了我 我却共情地觉得这件事原来如此伤人 我不能再分寸感这件事伤害陈州 所以我渐渐疏远了傅清雨 事实证明 有分寸感的人 不需要伤害别人 便能意识到这样的不妥 而自觉保持距离 没有分寸感的人 哪怕对别人造成了伤害 道歉 悔改 也依然会知错再犯 他不是不知道 你会伤心 他只是不在乎 傅清雨远远站着看着我 正直深秋 他穿着毛茸茸的灰色毛衣 和深色运动裤 整个人看起来气场俊朗 自带朗月清风的温文感 傅清雨的狗子比他热情多了 看见我就猛地往我身上扑 毛茸茸雪白一团转过来 我下意识后退 就听傅清雨猛喝一声 月月 回来 萨摩依一听 摇头晃脑跑回傅清雨腿边蹭他 黑漆漆的两颗眼珠像是黑药石 精亮亮看着他 找找搭在傅清雨脚上 一脸乖巧天使的模样 我迟疑 你的狗叫什么 傅清雨眼神飘忽 我争宁咧嘴 扑过去掐住他的脖子 傅清雨你去死啊啊 玩闹一会儿 傅清雨突然问我 分了 我点点头 傅清雨没再说什么 问我要不要去吃烧烤 我想了想 硬了 我和傅清雨把萨摩椰放回家 去了附近的一家烧烤摊 傅清雨没怎么说话 我们俩就沉默地吃 再喝点饮料 明明没喝酒 我却感觉自己有些醉了 我看着坐在旁边的傅清雨 男人正低垂着长节 修长白皙的手指 包出一粒粒小龙虾肉 本就漂亮的眉眼 在朦胧的月色下 更加精致如画 片刻 傅清雨把包好的小龙虾 放到我的盘子里 又把我面前的蒜蓉山背端走 你一吃蒜就拉肚子 忘了 我忽然感觉眼眶有些发烫 我吸吸鼻子 声音闷闷的 傅清雨 你说 我当时是怎么没看上 你反而看上陈州的 想不通啊想不通 说样貌 傅清雨甩陈州八条街 说成绩 傅清雨从初中开始 就霸榜年级第一 一直到高中 最后以临时理科状元的身份 考入了北清大学 说家庭 我和陈州家里都只能算是普通人 傅清雨家里是实实在在有矿 如果不是傅清雨小时候被绑架勒索过 傅叔叔是不会为了低调而带着傅清雨搬到我们家那个小区住的 我盯着傅清雨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帅气俊脸看了个遍 怎么也想不明白 有这么个朱玉在前 我是怎么绕过外貌家世性格样样都好的傅清雨 看上陈州的傅清雨不自然的一开视线 我感觉她的脸像是红了 仔细一看 又像是被路边的红绿灯映的 神情很淡 片刻 她轻声说了句话 我没听清 问她刚刚说什么 傅清雨瞅我一眼 我说 你要不要出去旅游散散心 你要想去的话 想我可以当你的导游 正好我今年年假还没请 好呀 我也挺想旅游散散心 正好躲避陈州的纠缠 傅清雨得到我的肯定闽唇一笑 漆黑的铜人里闪着晶亮亮的光 有一瞬间 我感觉我像是看到了傅清雨养的那只萨摩耶 傅清雨把她放回家给她喂食的时候 她的眼睛也是这样晶亮亮的 闪着光 接下来的一个月傅清雨带我到处游玩 和傅清雨待久了 那点时间带来的隔膜也在逐渐消融 好像回到了我们关系最好的日子 看着秀丽的山水 那些曾经折磨我的爱与痛渐渐消散 再回想起发现陈州和任安安结婚症的那天 好像是隔了一层淡淡的膜 没了激烈的情绪 只觉得有些怅然 我大概是真的释怀了 这期间 陈州和我的共同好友 给我打过几个电话 说陈州找不到我 在酒吧喝酒喝到吐血 让我回去看看她 还有个陈州的朋友 上来就叫我嫂子 我微笑纠正她 陈州已经和任安安结婚了 你应该叫她嫂子 陈州的朋友傻眼了 什么 我叹了口气 所以遇到这种事 请你们去找陈州的老婆 不要来找我 可以吗 说完 我挂了电话 看着与日俱增的黑名单 我叹口气 赴清雨坐到我身边 自然而然地轻身过来 帮我按摩太阳穴 温热的气息靠拢 属于男人干净书蛋的薄荷香 一同靠拢过来 轻轻缓缓将我包裹 月月你有没有考虑 开展一段新的恋情 我摇了摇头 不想了 我现在可能还是更想做好我的工作 曾经 我把爱情当做了全世界 把陈州当成了我的全世界 看见陈州和别人结婚证的那刻 我的世界轰然倒塌 我用对陈州刻骨的恨 逼自己把陈州从我的世界里踢除 可那种感觉太痛了 弯心踢骨 我再也不想把另一个人当做全世界 再也不想要他给的家了 傅清宇久久没有说话 夜晚的海风袭袭 吹得人心头的困倦 打着卷翻滚上来 我昏昏欲睡眼皮打架 傅清宇轻轻说 林月 你想谈恋爱的时候 你回头看看呢 但这次我听清了 当天晚上 我就做了噩梦 梦见傅清宇向我告白 我说我现在不想谈恋爱 傅清宇立刻变成一条鲨鱼把我吃了 吓得我第二天 看傅清宇的眼神都有些怪怪的 傅清宇挑眉 干嘛这么看着我 我吞吞吐吐 最终没把 我感觉你好像有点喜欢我 说出口 想什么呢 傅清宇这么优秀 怎么可能会喜欢我 而且 想到我和陈舟的过往 我有些难堪地垂下眼瞼 尽管我那天 呛了我妈说的话 但不可否认 她那天说的话 还是潜移默化影响了我 我不认为这么好的傅清宇 样貌 家世 性格 事业 无可挑剔的傅清宇会 喜欢这样的我 傅清宇 却像是看出了 我心有所想 白皙修长的手指像 是番花一样 没一会儿 印着雪花花纹的纸巾 就变成玫瑰花盛开在她掌心 她将玫瑰花放到我手上 月月我喜欢你 我那那捧着玫瑰 可是 可是 我想了很多 可是话落到嘴边 却变成了妈妈对我的规训 傅清宇 你可能不知道 我为陈舟打过一个孩子 你值得更好的女孩子 傅清宇的眼中闪过愤恨 恼怒 以及一些我看不懂的自责 林月 你很好 很优秀 你成绩好 拥有自己的事业 你也很善良 从不主动伤害别人 这么美好的你 值得被爱 值得被所有人善待 我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 你不用因此感到负担 也不需要为了摆脱一段恋情 带来的伤痛而刻意开展新的感情 但你一定一定要知道 你受的这些伤害是陈舟造成的 你流产不是因为你不够好 不自爱 你和陈舟是已经订婚的未婚夫妻 是他出轨劈腿和别人结婚 把你变成第三者 是他不好 不是你的错 你只是谈了一段恋爱 认真喜欢了你爱的人 他加重了语气 反复强调 你很好 像是要把这些深深刻在我的脑子里 说完 他又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白皙地侧脸上浮现出一点不易察觉的红 害羞的模样和平时沉稳老成的样子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我本来没想现在就跟你说的 起码要准备好 但是你都察觉到了 我不想再因为我自卑胆怯错过你 你不用立马答应或拒绝我 只要你在想谈恋爱的时候 回头看看我 第一个考虑考虑我就好 他的眼睛湿漉漉的 黑色的同仁像是被水洗过一般 闪闪发亮 叫我不自觉联想到了傅清语家的萨摩耶 怎么会有这么随狗的主人呢 我下意识抬起手摸摸傅清语的头 手指触及他柔软发丝的时候 猛地反应过来享受回首 傅清语却握住我的手 在他头上摸了摸 语气溃叹 月月我也曾卑劣地想过 你要是被他背叛和他分手就好了 到时候我一定会承虚而入 把你绑在我身边 可我还是觉得 你能开心快乐最重要了 无论这份开心是谁给你的 回到临时一个月 我和傅清语在吃饭的时候 碰到了陈州 大概是我消失了一个月找不到 陈州这段时间放弃了寻找我 让我安安静静上了几天班 骤然看见我 陈州眼睛乍亮 生出巨大的惊喜 也不管身边的朋友 静止朝我冲来 月月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去哪了 我问你的同事 他们都说不知道 说你请了一个月的假 月月别跟我生气了好不好 我已经和安安离婚了 我知道你介意的是 我跟她的关系 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和安安有来往了 你回来好不好 月月你想要家 我给你 我们现在就去结婚 我没说话 傅清语先吃笑一声 你可真会说 陈大情圣 怎么劈腿的时候 没见你这么深情 陈州这才注意到傅清语 脸色骤然阴沉下来 傅清语 你怎么在这 陈州和我刚谈恋爱的时候 见过傅清语 她那个时候天天吃傅清语的醋 后来我有意识减少和傅清语的接触 她的醋尽才下去 陈州看看傅清语 又看看我 像是明白了什么 恍然大悟 你这一个月是和傅清语出去了吧 我算是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狠心了 孩子说打就打 你早就和傅清语搅和在一起了吧 什么任安安不过是 你的借口 大学时候 我就怀疑你们两个有一腿 现在一看 果然 陈州冷笑 孩子是谁的都说不准 傅清语忍无可忍 冲上去给了陈州一拳 你特么说的是人话吗 你自己出轨劈腿 别用你那龌龊的念头来看月月 陈州毫不示弱 也是一拳打过去 那也是我跟月月的事 和你有什么关系 用得着你来说话 谁说跟她没关系了 我张开双臂挡在傅清语面前 看着这个曾经爱过的男人 只觉得她的面孔无比丑陋 傅清语现在是我男朋友 她当然有资格说话 我重申 陈州 我最后一次告诉你 我不会回头 也不可能回头 你如果再来骚扰我 我会直接报警 陈州脸色骤然 惨白无比 她看看傅清语 又看看我 我的脸上写满坚决 她像是终于意识到 我不爱她了 也不会再回到她身边了 脸色灰败 脚步 亮呛地离开 我心疼地把傅清语扶起来 摸摸她脸上的淤青 疼吗 傅清语像是 完全没和我在一个频道上 还傻呆呆地看着我 你刚刚说的 是真的吗 还是只是摆脱陈州的借口 傅清语小心翼翼问我 我看着她小狗一样 湿漉漉的眼睛 张开双手抱住她 笑咪咪的 当然是真的呀 男朋友 不是因为想摆脱陈州 也不是因为想借一段新恋情疗伤 只是单纯因为喜欢你 所以想和你在一起 怎么 不愿意成为我的男朋友吗 我反问 怎么可能 傅清语一把抱住我 高兴地转了一个圈 笑得比家里的萨摩耶还傻 嘿嘿 女朋友 月月终于答应成为我的女朋友了 我 我无脸 把头埋进她怀里 无视餐厅众人奇怪的眼光 安慰自己 算了算了 自己找的憨憨男友 除了宠着还能怎么办呢 之后 陈州 再没来 找过我 包括她的那些狐朋狗友 倒是任安安来找过我一次 她穿着一袭白衣 若柳浮风的样子 见到我就跪在我面前 求我把陈州还给她 彼时我们公司和陈州的公司正合作一个项目 尽管尽力避免和陈州接触 但难免会和陈州的同事碰上 陈州的同事都认识任安安 当即用奇怪的眼神来回在我们两个之间扫过 还有人认出我就是那天到公司找陈州的人 立刻和旁边的人窃窃私语起来 我厌烦地看着她 我和陈州没有关系 你要找就去找她 别来找我 任安安却不管我说什么 只一个劲地冲我磕头 哭着说 月月姐 我只有半年生命了 我真的不能没有周哥 因为你 周哥都和我离婚了 你可怜可怜我吧 把周哥还给我 我双手还胸看着她 只有半年生命 你确定 任安安泪眼朦胧 头发枯得凌乱 看起来格外惹人心疼 月月姐 我马上就是个死人了 我真的不会跟你抢什么 我只求这半年的温暖 有陈州的同事看不过去 上去扶起人安安 指责我 我第一次见到当小三 这么理直气壮的 安安都得了胃癌 你怎么有脸去插在人家中间 当第三者的 陈州也是 怪不得最近看她这么憔悴 合着离婚了 我没有管陈州同事的指责 只是看着任安安倾笑一声 我前两天去医院 听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 你猜是什么 任安安眼神有些闪躲 月月姐 我 我拿出手机 播放录音 三天前 我去医院复查身体 正好听见任安安和人打电话 提到了胃癌 作假的事 我下意识拿出手机录音 结果录到了任安安找人 帮她开甲的胃癌 证明的对话 我之前想着 任安安毕竟也是个女生 我已经和陈州断了 不想和这对渣男贱女扯上关系 让他们两个永远所死也挺好 就没曝光他们的事 现在 任安安自己凑上来犯贱 想要回我名声和工作 我也没必要圣母的替她遮遮掩掩 陈州接到同事电话赶来 正听到我放的最后几句录音 胃癌没关系 到时 后我随便找个理由说 去国外治好了就行 问题是 陈州现在心都在林月那个贱人身上 这好办呀 反正陈州同事都以为你才是她老婆 你给林月泼点脏水 让他们以为她是第三者不就成了 而且就是她导致你和陈州离婚的呀 说她是小三又没错 哈哈 你这个主意不错 到时候所有人都知道她是小三了 我看她哪来的脸在临时魂 人安安尖叫一声 扑过来就想抢我手机 我淡定躲过 顺手给傅清宇发消息 告诉她晚上我想吃糖醋排骨 莫 你的愿望达成了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了 我走了 之后的事我没再管 听我同事说 陈州和任安安当场打了一架 两人互相咒骂 掀了对方不少黑料 原来任安安不仅吊着陈州 还和许多男生暧昧不清 陈州好几个 好兄弟 的女朋友都因为任安安和他们奋的手 任安安则指责陈州是吃锅旺盆的渣男 如果他没有想法 也不会跟他暧昧这么多年还和他结婚 还说自己肚子里已经有了陈州的孩子 闹得太大 还有人拍了视频发到了微博上 传看量不少 我周围的朋友还过来问我 这是不是陈州和任安安 经此一试 陈州和任安安的名声彻底臭了 没几天 陈州就辞了职 不知去向 听说任安安住院的时候 为了逼真 乱七八糟吃了很多药 真的导致了肠胃病变 只能说 确实如他所愿了 夜晚 我躺在床上刷微博 突然收到一个陌生号的微信添加消息 月月 对不起 如果没有任安安 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我正了一瞬 旁边的傅清宇不满我一直刷手机无视他 小狗一样把脑袋凑过来 月月 看什么呢 我没有回复 把申请删掉 微微一笑 看微博 总有些人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父亲与顿时同仇敌忾 就是就是 和陈州那个载种一样 不像我 我只会珍惜当下 珍惜能有越越的时光 每分每秒都对越越好 我 这人都是从哪修炼来的茶言茶语 没等我出生 父亲与旧 一把把我搂进怀里 在我额头上虔诚地落下一吻 月月 好爱你呀 我弯唇 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也爱你 人生漫长 我要大步地昂首向前 翻外 付清雨 我喜欢林月 很久很久 从知道 喜欢 这两个字含义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 我喜欢林月 不是来世汹涌的爱 是细水长流的相处中滋生出的爱意 我喜欢他认真做题的侧脸 喜欢他焦虑时摇笔尖的小动作 喜欢他就受伤小狗的善良 喜欢他无论什么事都不会被打倒的乐观 他会把家里的烦恼讲给我听 讲爸爸的末世和妈妈的打压 可无论环境再艰难 他始终坚韧如蒲尾 坚定不拔地向上生长 我被他的生命力吸引 我想成为他这样的人 我不理解能忍心给他这么好的姑娘 带来伤害的人 那个时候我就想 我一定要努力 努力成长成一棵 可以为他遮风挡雨的大树 让他不再受一点伤害 高中太早 我本想大学再和他告白 可不过分开两三个月 再见面 他便兴致勃勃 告诉我他有了男朋友 是个对他很好的人 我见了陈舟 说实话 我并不喜欢陈舟 我觉得他哪哪都配不上林月 但林月喜欢他 我不清楚我对陈舟的不满 是因为他真的很烂 还是掺杂了我卑劣的极度 而导致的偏见 遇见林月 我所有的冷静 克制和思考能力 就统统消失了 我只能勉强地对他说 你幸福就好 林月是个很懂分寸的姑娘 和陈舟在一起之后 就渐渐和我保持了距离 我只能远远地守着她 维持在朋友的界限 跨不出去一步 可我没想到 陈舟会这么地恶心 我第一次 动了私心 用家里的力量 打压陈舟和任安安 把他们排挤出单位 又找人录了 两人撕逼的视频 发到了微博上 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 再次遇见林月的那晚 我们一起去吃了烧烤 尽管他说他已经释怀了 但我仍然在他眉宇间 看到了萦绕不散的悲伤 他问我 傅清雨 你说我当时是怎么没看上 你反而看上陈舟的 我没忍住啊 说 林月 你回回头 你回回头 就能看到站在原地 爱了你这么多年的我